嗨,我又回來了 最後講到免疫套裝 這個免疫套裝裡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當中包括有些什麼呢? 有粉紅胡椒、野骨、百里香、開戶茶樹、開戶的順暢呼吸 還有益生菌和古巴香脂膠囊 還有牙膏和喉糖 你會發現為什麼沒有我們最出名的安家精油呢? 因為安家精油我們現在200pd可以送的 所以公司是非常貼心的 他就沒有放進去的 這個套裝是可以做日本套裝的 如果你還沒買的話 或者你有朋友想試這個套裝 你可以看看還有沒有貨 就立刻幫他日本買了 當中有一些精油 我先講一下怎麼用 粉紅胡椒是我們一個比較陌生的精油 因為粉紅胡椒是比較新的精油 第二就是 其實它對於我們整個健康的效果 我們通常聽說是在戀功配方裡面會看到 但其實粉紅胡椒最有名的是 一個Alpha水勤稀 其實它是一個單貼稀 那支油裡面也會有檸檬稀 這兩支加起來會有一個舒緩的效果 同時對於我們提升免疫力是非常有效的 當然啦 還名胡椒類的 其實對於我們的新陳代謝都會有效的 所以這個套裝出現其實很難得 因為粉紅胡椒很貴 其實要二百多元一支 但是它願意放進我的套裝 我覺得很難得 另外野骨可以提升我們的 它可以幫我們開胃 亦可以令到我們的情緒很開心 還有就是看護的茶樹和順暢呼吸 你知道我們疫情期間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呼吸道的問題 而茶樹和順暢呼吸就是特別針對 我們一些黏膜性問題 我們的喉嚨痛、咳嗽等問題 或者有痰的問題 基本上茶樹和順暢呼吸都會幫得到手 看護版最好的地方是直接按摩就可以了 因為它已經稀釋好 小朋友也可以用得 老人家也可以用得 還有就是益生菌 其實益生菌是我們一個腸 它是內服的 它不是精油 它是內服的營養品 但其實腸道是主宰著我們 一個七成的免疫系統 所以這個益生菌放下來 其實是一個非常貼心的行為 而且益生菌要三百多元一支 它這個套裝才一千二百多 我覺得吃得太划算了 另外還有一個古巴香脂的膠囊 這個也是對於我們整體 無論是呼吸 我們的新陳代謝 甚至乎我們的情緒壓力 其實古巴香脂都會有一個幫助 特別是我在長期疼痛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用到 這個完美修復曲方 和古巴香脂膠囊 這兩種膠囊 我會保持著吃 還有就是我自己的小妙招 就是這個保衛喉糖 平時我們坐地鐵、坐車、坐巴士等 我都會含著那粒糖 只要是多人的時候 我就會含著這粒糖 或者是200QV送的保衛精球 保衛精球是很小的 每一粒有六份一滴的保衛精油在裡面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話 我就會馬上咬爆它一粒 再喝水 我覺得這兩個方式都很好可以 因為這個是我們第一防線 所以第一件事 如果我可以含著粒糖 或者是用精球來做一個保護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最後就是牙膏 牙膏沒什麼特別 但是如果你有牙嚴的問題 你就可以用到剩下保衛的牙膏 它也是非常好的 不過它不是很多袍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 這個先分享到這裡 我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還沒買這個免疫的套裝 你就可以買了 因為它現在是免疫會費的 另外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些特別的支援 在這裡也可以用一些配方 如果你需要的話 也可以跟我說 我就在群組裡打出配方 好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